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大年初四 节省日 许多知名庙宇也陆续抽出了今年的国运签 来看到云林西罗福星宫抽出了一支上级签 意志只要团结 主事者心存人怀 国家就能够正向发展 而北港朝天宫也抽出了不错的签诗 不过庙方解读中秋过后可能会有未知的变化 另外嘉宜新港奉天宫 还有台中大甲镇蓝宫的国运签都抽出了中上签 评估今年的国运应该不错 大年初四 子时一到 台中大甲镇蓝宫董事长颜清彪亲自执照 象征国运的人口签 终于出炉 中上签就是国运签 国运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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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回国运签 抽中一支中上签 劝军榜定 新莫须 前途清集 得运时 到底中间五大事 忧郁神仙 守安居 庙方解读 今年会是大破大力的一年 很不错 各行各业 机会很多 抽了十多支签后 终于出现连续行归 嘉宜新港 奉天宫 国运签 唐牙抽中 中上签 签文意味着只要上半年努力耕耘 下半年必有收获 镜头再转到云林西罗复兴宫 首抽就直出三个行归 更抽中一支上级签 签是内容 公民得益 宇军献 前途富贵 喜安然 若遇一人 明月照 十五团圆 光满天 庙方解迁 只要国人团结 主示者坐视光明 国家就能奉调与顺 而北港朝天宫代表国民的港云签也顺利抽出 虽然前十一支现况看起来不错 但也暗示时运将告一段落 面对时局做出改变不是坏事 2024龙年国民签陆续出炉 作为参考 大家还是点努力打拼 才能拼得各方面都拼还顺利 记得最后报道